中国进口猪肉将超300万吨,巴西竟趁机涨价,额100万吨猪肉在等待我国,自从受非洲猪瘟大范围传播的影响,全国生猪出篮和存篮量下明显出现了下降情况,直到现在全国各地也都持续有新的猪瘟疫情爆发,这也将进一步助推猪肉价格的上涨。 根据前一段时间来看,全国集贸市场的猪肉平均零售价格达到了32元每公斤,因此老百姓们纷纷表示吃不起肉了,而且担心在春节前的猪肉价格问题,对此国家采取了进口猪肉的方式。 据国家方面透露,2019年年内中国猪肉进口将超过300万吨,这也意味着在国际猪肉市场上,各国对于中国市场份额的争夺将会进入一个白热化的阶段,其中,去年巴西企业占据最大份额,而在今年,巴西企业更是创下了年内出口最佳,巴西总出口量中,有三分之一是卖到了中国市场。